今天要播出的内容是 圣灵总是引导我们想起耶稣 因此所有讲台上的信息都应该说明耶稣是谁 因为看见耶稣我们会得益处 甚至包括祂的头衔名字和荣耀等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与耶稣同坐后四 因祂如何我们在祂世上也如何 这个人就是我对你的评价 我有这个人来判断你如何 我有这个人来评估你 我以这个人因祂如何 你在这世上也如何 问题不是我够不够好 而是在父右手边的祂够不够好 问题不是我是否被接纳 问题是在父右手边的祂是否被接纳 神今天会恩待我吗 神是否恩待祂 我想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 诗篇九十一篇 我想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 祂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吗 看到没 圣灵总是引导我们想起耶稣 祂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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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hope it's in You alone I hope it's in Jesus You're the saving power of the land You're my righteousness You're my deliverer Cause I am free and alive Cause You live in me I will shout my praise Unto You, my King You're my Jesus In You I live You're my righteousness You're my deliverer I am free and alive Cause You live in me I will shout my praise Unto You, my King You're my Jesus In the year I live All my hope All my hope is in You alone In the saving power of Your life All my hope is in You alone In the saving power of Your life Cause You're my righteousness You sing it, church I am free and alive I am free and alive Cause You live in me I will shout my praise I will shout my praise Unto You, my King Cause You're my Jesus You're my Jesus I am free and alive Come on You're my righteousness You're my deliverer I am free and alive I am free and alive Cause You live in me I will shout my praise Unto You, my King You're my Jesus 以及这对我们的意义 其实我们上周信息结束前 有稍微提到 我想继续这部分 因为在最近一次的旅行 其实是去外地服侍 主在聚会中 对我说 祂对我说 我要你比以往更强调这个真理 许多年前 我启示你这个真理 我要在基督的肢体里 恢复这真理 就是约翰一书四章十七节的真理 一起来看这些经文 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 好 我喜欢这版本 因为这是希腊文正确的解释 清定版说 在我们里面的爱 我们的爱得以完全 听好啊各位 跟你的爱得以完全无关 而是爱在我们中间已经完全 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 换句话说 神爱我们 就前后文来看 神爱你 Amen 现在神对你的爱在你生命中达到最高点 Amen 已经完全了 神拆他儿子为我们的罪死 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 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据 我们如何明白神完全地爱我们 如何 因为圣经说 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据 我知道在审判的日子 会有审判的日子 屏牧师 你说基督徒不会有审判的日子 有个东西称为基督审判的宝座 但基督徒我要你知道一件事 你受到的不是审判 其实基督审判的宝座这句话 在希腊文里并没有出现审判 就叫基督的碑马宝座 如果各位有看过关于罗马的电影 皇帝赐下Steven North的地方 就是赐赢家皇冠的地方 皇帝所占颁奖的地方 那里就叫碑马 没错 碑马同时也是行刑和判刑的地方 但是基督的碑马宝座 是用来赏赐的 圣经说 若你信基督就已经出死入生了 另一节经文说 一旦你信了基督 不至于定罪 不再 你的定罪已经过了 因此在基督审判的宝座前 当你站在基督审判的宝座前 是要得奖赏的 不管你的工作是精金 神圣的属天的能力 或是靠着救恩恩典的银 看见神百姓就像大祭司 胸牌的宝石 Amen 耶稣基督的教会 或是你的工作是建立在 人的努力的木头 人干枯的荣耀像是甘草 稻草 Amen 这些都象征人 你得奖赏或没得奖赏 就这么简单 基督背马宝座 你是以得荣耀的身体 站在耶稣面前 在基督的背马宝座前 我们所有人都是以得荣耀的身体 站在他面前 你可知道那位 如果你说他是审判者 好 我们称他为审判者 审判者是我的公义 别忘了 审判者是你的公义 别忘了 你在他面前的审判 不是上天堂或下地狱 那是大白色宝座的审判 我们不属于那里 大家Amen吗 这是审判日的主要意涵 但是还有第二层的意义 在所有基督徒的生命里 有一天你会受试验 你会被检验 不要总认为是神 魔鬼可以试探你 人可以试验你 那是你被详细解释的一天 审判的原意 就是被详细解释 被查验 也就是磨难的日子 Amen 其实审判的其中一个字是 Crisis 英文危机的字根 是磨难的日子 我们就可以在磨难的日子 坦然无惧 我们就可以在为难的日子 坦然无惧 Amen 因为他如何 他如何 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 我知道其他语言翻得不是那么精准 但是在英文里 这是最有力的九个音节 因为他如何 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 如果是他曾如何 已经很不错了 但他还暂时曾如何 洁净麻风病的 使耳聋的听见 是瞎眼的看见死人复活 如果是他曾如何 已经很不错了 但不是的 圣经说 基督承担我们的罪 担当我们的疾病 以他自己的身体 被挂在十字架上 父皇后却没有罪和疾病 父皇后什么都没有 Amen 父又使他坐在右边 父说坐在我右边 等我使你仇敌 坐你的脚凳 Hallelujah 这代表什么 每一天过去时 一个仇敌在他脚下 另一天过去时 又一个仇敌在他脚下 所有仇敌 在十字架都已被打败 但他们是渐渐被带到 耶稣的脚下 你就坐在我右边 等我使你仇敌 坐你的脚凳 最后的仇敌 就是肉身的死亡 肉身的死亡 在十字架上已被胜过 但是最后的仇敌 就是肉身的死亡 会成为他的脚凳 在被提时会发生 我们有全新的身体 大家阿妹吗 因此每一天你都可以期待 又一个仇敌在他脚下 又一个仇敌在他脚下 对教会来说会越来越好 我说的教会不是建筑物 懂吗 我讲的是你们所有人 赞美主 好 不只是基督坐下 别忘了 他代替我们坐下 希伯来书九章说 他为我们进入神的同在 希腊文是 代表我们 他代表我们在那里 因此我们与他同坐席 这样吧 我们要有像他在 父右边一样的态度 有一样的宝座态度 是什么态度 坐在我右边 等我使 父对他说 坐在我右边 休息 等天父我使你仇敌 坐你的脚凳 你在他里面 这样吧 你身上仍有那些症状 仍有那些挑战困扰你 仍有那些逆境 对着你怒吼 但是神说 坐下 坐下 直到我使这些仇敌 坐你的脚凳 要有一样的态度 我称之为宝座态度 宝座人生的态度 Amen 因为他如何 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 所以我过去都这样讲 因为他是公义 我们在这世上也是公义 因为他在神云雾般的恩宠下 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 因为他远超过撒旦 撒旦对他没辙 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 他可以寻觅徘徊 千人扑道在你旁边 万人扑道在你右边 他都不能靠近我们 我们要有这样的态度 因为他如何 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 大家Amen吗 主有一次对我说 许多年了 他说孩子 谁说这只代表 你在我面前的地位 这么说是不对的 因为他的健康如何 你在这世上也如何 因为主说你分享他的生命 健康就是生命的 健康其实就是生命 没有生命就没有健康 你的身体只是一个空壳子 于是我开始讲这部分 有个姐妹很有名 她真是个祝福 她的见证传遍世界了 一个就够了 我不知道他当中要去做乳房切片 医生发现一些东西很担心 他们发现他乳房里有癌细胞 他拿着报告 他刚听完信息 我分享耶稣的健康如何 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 就算你身上有症状 开始宣告 Amen 对主说你身体上有这个疾病吗 那次信息 我这样说 他就说 他在报告上写 耶稣你的乳房里有硬块吗 他给我看报告 他回来给我看报告 下一次 他去检查时 什么都没发现 对主说 你身体上有这个疾病吗 那次信息 我这样说 他就说 他在报告上写 耶稣你的乳房里有硬块吗 他给我看报告 他回来给我看报告 下一次 他去检查时 什么都没发现 好 在那个之后 又有许多见证 我甚至不知道该读哪一篇 你们刚才看到一篇 就是中国的那篇 这对夫妇 常听我的教导 那位太太说 他们被诊断出一个状况 我连听都没听过 那影响他们受孕的机会 或说孩子的健康 你看他们如何反应 他们宣告耶稣如何 耶稣没有这个症状 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 主对我说 就在最近 孩子 我要你强调医治这个部分 更多我的百姓需要听见这个 我说 更多我的百姓需要听见 这个约翰一书四章十七节 是关于我们的医治 大家阿们吗 好 这就是 这就是最近来自主的吩咐 自从我开始分享这真理 几年来已经有许多见证 我一直也都强调医治 但我 认为还不够强调 从现在开始 我会一直讲 我们会听见更多见证 因为他如何 你在这世上也如何 他是公义的吗 你也是 我知道你不觉得 但神在说 别管你的感觉 你的感觉只是感觉 真相是神怎么看 神说 这个人 就是我对你的评价 我以这个人来判断你如何 我以这个人来评估你 我以这个人 因他如何 你在这世上也如何 问题不是 我够不够好 而是在父右手边的他 够不够好 问题不是 我是否被接纳 问题是 在父右手边的他是否被接纳 神今天会恩待我吗 神是否恩待他 我想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 诗篇九十一篇 我想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 他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吗 看到没 圣灵总是引导我们 想起耶稣 因此所有讲台上的信息 都应该说明耶稣是谁 因为看见耶稣 我们会得益处 甚至包括他的头衔 名字和荣耀等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与耶稣同坐后四 因他如何 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 因此只要有人讲到耶稣 我就听 因为他是我的投资 他在讲我 我需要更认识耶稣 为什么 因为因他如何 我在这世上也如何 大家明白吗 好 只需要说 主你如何 我在这世上也如何 因此我会说 主耶稣 因为你年轻 你可知道 他在天堂不会变老 圣经这样形容 你少年时光耀如清晨的甘露 因此我说 主耶稣 因为你是年轻的 我在这世上也如何 我不觉得自己老 但有时候起床时 我觉得 我要去那里 但是真的很累 有过这种经验吗 你想要去那里 过了一会儿 你到那里了 对吗 在做你想做的事 然后你发现 原来是个梦 你仍在这里 有过这种经验吗 你可以看见自己 做那些事 但你发现 自己仍在原地 这种事发生时 我仰望耶稣说 主耶稣 因你刚强 健康 在父的右边 我在这世上也如何 然后开始行动 你相信 你相信吗 起来 动起来 主 我在这儿 有时候魔鬼 把欺骗的症状 放在我身上 我没有说 总会立即见效 我必须警告各位 情况好转 并不总是即刻的 但尊荣主 尊荣这句话 因为他如何 我在这世上也如何 有一次 我这欺骗的症状 是肩膀疼痛 我想 今天不好过了 我很不舒服 我被攻击了 魔鬼星期天 不让我讲道 我里面有个念头 因他如何 你也如何 不是因为这个疼痛如何 你也如何 因此主耶稣 因为你凡事刚强健康 我立刻准备开始 伏地挺身 被动最不该做的 然后开始 一 主感谢你 因为你如何 我在这世上也如何 其实没有这么有力 比较像是 谢谢各位 好 因为你 不要笑 有一天我在这里做 结果醒来后发现 是个梦 所以 要有行动 尊荣主 你觉得我不想 今天不想去工作 我觉得好累 其实我觉得有点发烧 我觉得 鼻子好像不大舒服 我觉得喉咙痛 起来 振作并说 主因为你如何 我在这世上也如何 开始表现得像个健康人 像个强壮的人 像个年轻人 像有活力的人 因为这不是靠着 你有运动 我并不反对运动这件事 但这是根据救恩 所有受造物都堕落了 但救恩 因着基督所成就的 仍然有效 你必须知道 这个世界 这是可理解的 我不是反对 世上的人 倚靠节食 这就是 受造物堕落了 好吗 世界倚靠 受造物 他们叫你 善待身体 要运动 我相信运动 让我舒服 Amen 但运动应该是 信心的表现 而不是用来 你想要得到 你所没有的 刚才那句很重要 就像我刚说的 运动应该是显出 约翰一书四章十七节 因为他如何 我在这世上也如何 我可以运动 但不是为了得到什么 而是因为你已经是 Amen 对主说 因为你没有这症状 不管是什么 他没有 但屏幕是 我有妇女病 妇女病 别忘了 这整件事的开始 是乳房有硬块的那位姐妹 她这样写 耶稣 你乳房里有硬块吗 各位 当他承担你的罪时 他是承担男人和女人的罪 他承担的疾病 是男人和女人的疾病 Amen 所以告诉他 因为你没有这些疾病 说出来 不管是什么 我在这世上也如何 意思是马上会成就吗 不 有些时候会立刻成就 但是圣灵 你唯一能做的 就是仰望他的荣耀 改变你的是圣灵 看这里 格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 我们众人竟然敞着脸 敞着脸 如果你看上下文 讲的是律法和恩典 代表 律法的摩西 脸上有块布 为什么 他的荣耀正在消失 Amen 但耶稣 脸上没有帕子 因为他的荣光越照越亮 你和我脸上都没有帕子 Amen 摩西很聪明 因为你的脸现在发光 你跟百姓对话过了一会儿 他们看见脸不再发光时 他们会说 摩西有点不对劲 你知道摩西怎么做吗 当他脸发光时 就用帕子盖住 这样百姓就不会看见 荣耀逐渐消失 真是聪明 但后来 这造成了一种 遮掩的宗教 那不是恩典 恩典在你的软弱上显得刚强 恩典在你缺乏时会彰显 你的不够格 就是你合格的原因 能得恩典 Amen 大家Amen吗 但恩典 不会让你停留在原地 恩典会赐你能力 但能力在你明白恩典是不能赚取和不配得的恩宠时才会临到 大家一起说 Amen 马可福音六章 耶稣在山上 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 这是在他倍增饼和鱼之后 他未保超过大约一万人 有记载的是五千个男人 加上女人和孩子 大约一万到一万五千人 甚至可能是两万人 现在他上了山 我相信是雅伯山 如果你去以色列 其实那里有位年长的绅士 在当地当导游许多年了 他对我说算你答对了 他这样说 好雅伯山 我第一次听你提到雅伯山是选项之一 我认为是 好 我告诉大家为什么 因为耶稣上山了 最高的山 在加利利海边 在以色列中 就是雅伯山 来一起看雅伯山的照片 我们的牧师们和我 站在雅伯山上 许多人都去过 是这样的 如果你向右转 看右边 下一张 你看到很美的视野 看到耶稣 讲登山宝训的八幅山吗 那里现在有间教会 耶稣就是在那儿 讲登山宝训 能想象众人 分布在高低起伏的山上吗 Amen 他在这里讲登山宝训 这里的音效是最好的 你不需要 麦克风 只要站在那里 稍微提高音量 声音就传到山下 OK 我们之前实验过 再往右边一点 我们往下走 下面的是马修牧师 从后面看 他还是很帅 我们往下走 山很高 是这个区域里最高的 可以看到海 好 下一张 往海看过去 这是亚伯山的边缘 靠近点 这里有 看到了吗 这不在我们计划里 但海的中间有一艘船 看到了吗 看到了吗 对吗 清新的人才看得到 看到了吗 看到了吗 好 为了让大家 觉得没这么冷淡 后退 帮大家圈起来了 这里 好 现在你们看到了吧 这不在我们的计划里 我们没有请人下去 但这是耶稣往下看见 门徒争执的角度 我们先回到经文 耶稣随即 随门徒上船 他叫众人离开 他刚才喂饱 还剩下十二栏十五的那群 他叫众人离开 他上到亚伯山 他要门徒下去 刚才大家看到牧师走的那段 沿着那条路到海边 上船去博赛大 好 等他叫众人散开 他既辞别了他们 就往山上去祷告 这是耶稣一幅很美的画面 其中没有 没有 要怎么说呢 圣经里没有任何细节 是不重要的 他上山去祷告 他现在在哪 他在父的右边 为我们带球 他还在行动 他在父的右边 现在今天的 现在的教会在哪 这里 我们在这里 我们是基督的肢体 但我们在这里 Amen 这里是你受到逆境影响的地方 这里是你面对 面对生命挑战 圣经甚至称之为一切 异教之风 欺骗着你 圣经说 请继续 就往山上去祷告 这是耶稣在父的右边 被高举起来 到了晚上 船在海中 好 耶稣独自在岸上 后来他看见门徒 咬鲁胜苦 真希望我能解释这个词 咬鲁 就是代表压力 代表痛苦 代表使劲 你在什么世上使劲 使劲得医治吗 使劲为家庭带来供应 你在使什么劲 使劲胜过我的习惯 或是不节的习惯 或成瘾问题 你在什么世上使劲 使劲得医治吗 使劲为家庭带来供应 你在使什么劲 使劲胜过我的习惯 或是不节的习惯 或成瘾问题 我告诉你一件事 耶稣看见门徒 因风不顺 咬鲁胜苦 你是否觉得 正在经历某些事 好像逆风一样 越出力越糟糕 夜里约有四惊天 四惊天是夜晚最黑暗 的时候 当时他们把晚上分为四 对 四个时段 OK 请注意看 从晚上六点开始 换个角度 晚上六点到晚上九点 是第一个时段 好吗 九点到十二点 是第二个 二惊天 从十二点到三点 是三惊天 早上三点 到六点 只有足球远 足球迷了解 早上三点到六点 是夜晚 最黑暗的时刻 称为四惊天 结果呢 在最黑暗的时候 耶稣走向他们 我刚说过圣经里 没有不重要的细节 好吗 夜里 约有四惊天 就在海面上走 往他们那里去 意思要走过他们去 好 耶稣看见他们在挣扎 我要告诉各位 刚才你看到那座山 很明显的 在山上某处 耶稣往下看 耶稣看见船 但我们是在白天看到的 耶稣往下看 在最黑暗的时候 看见他们 我要大家明白 他看见你 他晓得你正在经历的 他晓得你压力的来源 你心里担心的 你肩头的重担是什么 他明白你在面对的 他知道你逆风而行 他晓得你在经历事业 他在看 他不是高高在上 与我们无关 很明显的 这不是自然的看顾 而是超自然的看顾 因为是在最黑暗的时刻 就连刚才有些人 甚至找不到船 那是大白天 他看见 他晓得 他在为你祷告 他在为你祷告 天父总是听见他的祷告 他在为你祷告 他在为你的情况祷告 我不知道 我不管 是否符合圣经 有时候你有困难 有时候你祷告 并没有太多经文 我只是说 主耶稣 我无法祷告了 我需要你的祷告 有时候我会这样 平约瑟也会这样 然后事情就发生了 情况改善 我无法解释 我相信他在为我祷告 我相信他在为我祷告 各位明白吗 他在看 他的嘴唇 祷告的嘴唇 阿妹 请注意 要如何实际行出来 牧师 我知道他在天上 他好远 牧师 牧师 我想要触摸到他 牧师 我朋友 他没有离我们很远 因为这个故事的下半段 这段 我们要来看下个福音书 同样的故事 同一件事 马太福音 夜里四经天 耶稣在海面上走 往门徒那里去 海 使他们心神不宁 他们害怕什么 溺水 你害怕什么 这个疾病会伤害你 夺走你的生命 他会走在上面 耶稣会走在 要淹没你的世上 他会走在上面 至高的主 远高过那会困扰你的海 阿妹 耶稣在海面上走 海成为他脚下的人行道 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 就惊慌了 说是个鬼怪 被害怕 喊叫起来 耶稣连忙对他们说 你们放心 是我 不要怕 我们知道原文是 Ego I me 意思是 我是 我是 神在燃烧的荆棘 就是如此介绍自己 我是 不要怕 我是 放心 我是 接着 请看 彼得说 主 如果是你 请叫我从水面上 走到你那里去 哇 耶稣说 你来吧 彼得就从船上下雪 在水面上走 要到耶稣那里去 很明显的 他们一直看着耶稣 彼得定睛于耶稣 彼得说 主 如果是你 请叫我从水面上 走到你那去 耶稣说 来 他定睛在耶稣身上 就开始走向耶稣 很明显的 他的眼睛注视着耶稣 我再告诉各位 如何应用 耶稣本来在山上 下一秒 他在他们旁边 圣灵在教我们 如何让约翰耶稣 四章十七节 真实发生在人生里 就是因为他如何 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 你要定睛于耶稣 彼得能使自己 在水上 跳跃吗 能支撑自己吗 彼得能走在水上吗 有任何科学家 或任何人能说 我知道如何在水上行走吗 没有 人办不到 但只要他定睛于耶稣 他就变得如何 变得超自然 只要他定睛于耶稣 他就变得跟他一样 高过风暴 高过海浪 但圣经说 只因 见风甚大 风很大 他看见风很大 他看着风 他不再注视耶稣 他看着浪 还有风 他不再注视耶稣 我问各位一个问题 就是 强风的 咆哮 和巨大的海浪 跟你在水上行走 有什么关系 难道你要告诉我 只要风平浪静 你就可以在水上行走吗 看见我们的恐惧 多没有逻辑了吗 他看着周围 就开始下沉 就害怕 将要沉下去 便喊着说 主啊救我 耶稣赶紧 伸手拉住他 可以再问一个问题吗 耶稣可能有点距离 对吗 可是当他不再注视耶稣 他甚至不晓得耶稣 朝他走来 虽然你不再定睛于耶稣 但是 他的眼目却从不离开你 当你信心软弱时 他会离开你吗 太糟了 马太 你是下一个 不 他不会这么做 这不是 不是训练 知道吗 我们是主军队的精兵 各位 这是位了不起的司令 他在那儿 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 说 你这小信的人 为什么疑惑呢 你知道吗 耶稣在山上是他祭祀的职份 耶稣在海上是他的保护 耶稣在船上 他的同在 有一天他会亲自回到教会 与我们同在 在山上 他祷告的口 在海上 他拯救的双手 Aman 未来他会回到地上 上到船上 他们上了船 风就住了 没有电影能够复制这场景 在船上的人都拜他 说你真是 神的儿子了 平牧师 我想说句话 平牧师 我是神学家 刚才 你提到与耶稣成为一体 你不认为这是指我们的灵魂 内在的生命吗 不是肉身的身体 真是惊人 那些人意外得了医治 不是因为神学角度 来看他们得医治 我想跟各位建议 既然你是神学家 你以圣经为 你首要的权威 对吗 我也是 请注意如何解释这个 以福所书五章 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 因为他如何 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 对吗 但平牧师 这里讲的不是他的身体 而是他的位分 这你怎么解释 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 就是他的骨 他的肉 圣灵讲得够清楚了吧 就在他现在的身体上 有任何疾病吗 他的身体有衰退吗 在父右边的耶稣的身体 会老化吗 你在这世上也如何 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 是他的肉 就好像圣灵预测到这部分 会有争议 我们不只是神秘的肢体 而是在世界各地基督身上的肉 我们是他身上的肉 他身上的肉 他身上的骨 因为他如何 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 你明白当耶稣再来时吗 对了 这个真理 会使人们胜过不道德的性 Amen 一起看格林多前书六章 这里说 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 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 作为娼妓的肢体吗 断乎不可 你的手 你的身体 你的所有 你是分支 你是基督的肢体 真的 当你有了这样启示的那天 真的 我告诉你 你按手 不只是你的手 你是基督的肢体 尊重你的身体 保罗没有说停止 保罗没有说 没有引用律法说不可犯奸淫 没有 保罗提醒他们 他们与基督成为一体了 传道人 我们有这样吗 牧师们 我们有这样吗 传讲律法很简单 不要做这个 做那个 做这个 不要做这个 但传讲 恩典 需要圣灵 需要恩高 因此 当他再来时 准备结束了 当他再来时 圣经在约翰一书三章说 约翰一书三章 亲爱的弟兄啊 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 将来如何还未显明 但我们知道 主若显现 我们必要像他 为什么 因为 必得 见他的 真体 当你终于 以现在的样式 看见耶稣 接下来就会得到 新的身体 但为什么这里说 我们要像他 然后圣经说 因为 我们会看见他 他的样式如何 假设你和我在圣经里 越来越多看见他 在听到的讲道里 越来越多看见他 我们必要像他 当你终于 以现在的样式 看见耶稣 接下来就会得到 新的身体 但为什么这里说 我们要像他 然后圣经说 因为 我们会看见他 他的样式如何 假设你和我在圣经里 越来越多看见他 在听到的讲道里 越来越多看见他 我们必要像他 唯一在等候的是 我们的身体 当他再来时 看见其中的关联性吗 看见 他和你的改变吗 因此在往 耶玛五思的路上 耶稣 限制他们的眼睛 认出他本人 他大可以说 看啊 看看我的伤口 我是耶稣 但他没这么做 他使他们无法认出 他是谁 直到他们在圣经里 看见他 因为这给我们所有人 平等的机会 我们看见耶稣的方式 不是到室外 往天空看看 是否会看到 不是 而是在 讲道里 看见他 在圣经 在圣经里 看见他 在你研读时 看见他 不管是什么 当你看见他 你就变得像他 可能需要点时间 但你最终会像他 OK 很棒吧 我们没时间 看他的祷告 但他为合一的祷告 其实约翰福音17章 应该花点时间 看他的祷告 神回应了他的祷告吗 有 因此我们合一了 现在我们与耶稣 是一体的 我要为各位 读一篇见证 然后我们就结束 或许有些人 遇到同样的挑战 屏幕时 我可以为别人 祷告吗 当然可以 这是一位母亲 为自闭症的孩子 祷告 母亲说 在我儿子查克里 成长的过程中 世界各地的人 他们的生命被改变了 世界各地 不只是美国 中国 乌干达 肯亚 欧洲 法国 德国 读完就结束 在我儿子查克里 成长的过程中 语言发展较慢 很暴力 会放空好几个小时 一天只能做一件事 有时候 他很不合作 用餐时间不能慢半拍 如果我们慢了 就算只有五分钟 他会离开去玩 不可能再回到餐桌上 我们无法有效地 与他沟通 我们也不确定 他是否明白 我们所说的 有时候 他一整天 只会重复 同一句话 我们没办法 训练他上厕所 所以要出门时 必须让他穿上尿布 最后 我们送他到 能够提供 特殊需求的学校 他被诊断出 有模仿言语症 有一次 在屏幕师的信息里 我听见这个经文 什么经文 因为耶稣如何 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 在那次的信息里 屏幕师提到 当面对任何情况时 不管是疾病 或是缺乏 我们唯一需要做的事 宣告 因为我们的主 在天上如何 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 当我不舒服时 我唯一的宣告 就是这个 疾病就离开了 因此我想 我要为我儿子宣告 他被查出有自闭症 我对主说 既然他没有自闭症 我儿子也没有 我非常开心 要告诉各位 我们起初 看见他身上的症状 全都消失了 他现在会说话 重复你说的每句话 他现在会说话了 他现在会说话 自己穿衣服 去马桶上厕所 马可牧师 你需要看这个 再一次 为这个赞美神 他现在会说话 自己穿衣服 去马桶上厕所 在学校的表现也很好 他现在很有爱心 不会暴力 同时也较没有 模仿言语症 更多会拥抱和亲吻 他现在还是妈妈的保镖 查克里这样称赞我 妈妈 我喜欢你的笑容 赞美神 他现在会说话 他的改变 大到中心 新的照顾人员 就是那特殊学校 就是查克里的学校 问我 为什么他需要来特殊的学校 他和其他孩子很不一样 因为这件事 我们计划帮他 转学到一般学校 不再去特殊学校 我赞美神 因为查克里得医治了 主在没有药物 或不剂品的情况下 为我成就这件事 的确因为主如何 查克里在这世上也如何 屏牧师 谢谢你传讲好消息 那经文使我在基督里得力量 赞美主 赞美归给他 哈雷路亚 耶稣谢谢你 现在所有人 请一起低头闭眼睛 朋友 圣灵要你 定精于耶稣 摩西恒心忍耐 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 圣经说 摩西活到一百二十岁 他眼目没有昏花 精神没有衰败 摩西 恒心忍耐 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 神要你的生命成为 定精在父右边的 耶稣的生命 不管你遇到什么攻击 不管围困你的是什么 不管什么事 在困扰你 首先你要明白耶稣 看见了 耶稣 看见了 没有太黑的暴风雨 会使他看不见 你的需要 他看见你挣扎 他看见你摇奖 他看见你费力 他看见你的伤痛 他爱你 他在乎你 如果你仰望 在云上的他 就像有个男孩 在玩风筝时 被问一个问题 天空雾雾的 他看不到他的风筝 这个人说 你怎么知道 你的风筝还在 先生 我可以感受到 绳子的拉力 有时候乌云 好像遮住你 对耶稣的视野 但你可以感受到 他的爱 拉着你心中的绳子 或许是今天早上 你感受到 他的爱 拉着你心中的绳子 你知道他在 他在乎 让我们宣告主耶稣 因为你如何 我在这世上也如何 主耶稣 因为你没有恐惧症 我在这世上也没有 主耶稣 因为你没有缺乏 也不会不足 我在这世上也如何 神使你成为我的祝福 主耶稣感谢你 因为你如何 我在这世上也如何 如果你无法这样说 因为主耶稣 还不是你的救主和主 亲爱的朋友 你在这里 不是巧合 不是意外 你在这里 是神圣的安排 对的地点 对的时间 神安排你今天 出现在这里 神爱你 一起跟我这样祷告 相信主耶稣 你和你家 就必得救 请跟着我一起祷告说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爱我 感谢你带我来这里 不让我收看 好叫我听见福音 就是耶稣 透过死 要给我的好消息 我相信 你爱我 你爱我 主耶稣你看见我 你晓得我正在经历的 我信靠你 你用自己的身体 在十字架上承担我的罪 你代替我受审判 你甘心 乐意地 承担我的审判 在十字架上 成就 你从死里复活后 没有任何罪 没有任何疾病 没有任何疾病 你复活后 都没有这一切 你的复活是得胜的 因为你如何 我在这世上也如何 主耶稣 你是我的救主 你是我的主 我信靠你 我的罪得赦免 我完全被饶恕 我备受恩宠 从现在开始 我知道 你爱我 深深地爱我 奉耶稣的名祷告 大家一起说 Amen 请大家起立 赞美主 Hallelujah 主耶稣感谢你 当你来到新造教会 一定要记得 OK 要预备心 来听神要给你的 因为神可以在讲道的过程里 就释放你 要记住 试着调整自己 周末晚上对有些人来说 是外出的时刻 但姐妹们 试试看 看一集电视节目就好 一集就好 好吗 调整自己 不要让自己所听见的 夺走你的祝福 Amen 让星期天成为最好的一天 调整自己 预备迎接 星期天的话语 因为剧情 演员无法帮助你 演员收入变多 但你的情况仍然一样 若是听见真理 真理会释放你 请大家一起举起手 在接下来的一周 愿主 以亚伯拉罕的福 以及他儿子 耶稣基督的启示的祝福 祝福你 我祷告在你心中 这个启示变得越来越强烈 圣灵会教导你 并将基督的事 向你启示 圣灵会荣耀耶稣 Amen 我奉耶稣的名祷告 神赐你智慧 神赐你智慧 分辨仇敌 何时要使你分心 神赐你智慧 能领受 当你发现 风暴吸引了你的注意力 使你不再定睛耶稣 我祷告一整周 主都保守你和你所爱的人 远离一切的危险 伤害 远离一切的感染和疾病 愿主恩待你 你拥有神超自然的恩宠 你在世界上 却不属这世界 就算有千人 扑倒在你旁边 都不能靠近你 因为你在神的看顾下 祂保守保护你 祂遮盖你 你完全地蒙福 奉耶稣的名祷告 大家一起说 神祝福大家 下次见 我爱你们